那么下面咱们就要写上 刚才不是写了 只有一个convert layer 还有残差的block 还有咱们的串子pose 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 都给它定义出来 首先我们来写 第一个就是咱们正常 一个卷积层 这样一个convert layer 卷积层里边 我们传进来的就是 首先它是有一个输入 然后它有一个number filters 然后第三个参数 是咱们的一个filter size 最后一个参数是它的stress 那么有了这些参数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去做卷积这个东西了 我们这里先写这样一个函数 就是咱们要把权重参数 进行一个初始化 咱们每次初始化 咱们不能都每次去写这个东西 太麻烦了 我们用一个写这样一个函数 就是一个convert unit 咱们的一个vars 去初始化它的一个参数 我们写一会儿 还会完成这样一个函数 咱们就是用这个函数 来进行一个处理化工作 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都传进来 就是number filters 然后呢 还有这样一个filter的一个 还有这样一个filter的一个size 我们需要把这些参数 都给它传进来 默认咱们是会进行软路操作的 所以说这里呢 我再写一个参数 就是一个软路等于一个处 如果说软路等于处 我们就是在返回的时候 再加上这个软路层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需要指定这样一个stress吧 就是把它的一个stress的一个shape 指定出来 因为在卷积的时候 我们需要这个stress 这个stress shape 就是说 通常第一维和第四维 都是1的 就是一个byte 然后一个channel 然后呢 中间就是咱们的一个stress的 一个长和宽 这里呢 咱们就按 传进来的这个stress 如果说是9 它就是等于9 如果说是1 它就是等于1 stress 它就是 这个stress 它就是这样一个shape的 然后呢 我们让这个net 就可以进行一个 让这个net 就是进行一个 就是卷积的操作 这个net呢 就等于tensorflow的NN模块 NN模块下 有一个conver2D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conver2D 这个模块 来进行这样一个卷积的操作 把咱们的输入 这个传进来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啊 是咱们的一个vays vays咱们刚才啊 在这儿进行了一个处置化 我把它写标准点 写成一个init init 把这个vays啊 init再传进来 然后呢 第三个参数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stress吧 我再把stress给它传进来 然后呢 后面啊 我还可以指定 咱们的一个padding啊 要不要去加 默认呢 咱们是加这个padding的 就让这个padding啊 等于一个same就可以了 这样呢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卷积的操作 完成完卷积操作之后啊 我们就是说啊 在论文当中 它说了 对于这个一个层来说 我们还要加上一个bitchNormalization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啊 还要加上 另外一个东西啊 一会儿咱们还要写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instance啊 instance的一个nom 我们需要去做这样一个bitchNormalization 就是用咱们tensorflow 直接可以帮咱们实现 这样一个bitchNormalization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 最后啊 我要判断一下 如果说这个软路啊 它是等于tru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一个net 它就是等于啊 咱们一个tensorflow N模块下 再经过一个软路函数吧 就是说 如果说你指定了软路 我们看最后有一层是软路等于fault的吧 如果说等于fault 我们就不经过软路 默认啊 都是需要经过这样一个激活函数的 我们只需要再把net传进来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net啊 给它return回去 这样呢 咱们就完成了 第一次啊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卷积的一个计算的操作 那么下面啊 咱们再来往下写 下面呢 咱们还有一个卷积的transpose操作吧 咱们一个个去写啊 把每个函数都有写完 我们还需要define一个啊 这个convert的一个transpose的 它的一个layer 在这里呢 同样我们需要传建一些参数 就是咱们的net 然后numberfilters filtersize 这些啊 都是一样的 还有streat 我们都给它传进来 在这个反卷机里边啊 我们还要去写一些东西 还是呢 咱们按照之前一样 先是把咱们的一个权重的参数 进行一个处置化 我就直接复制了 权重参数啊 直接的进行一个处置化的一个操作 然后啊 我把这个软路怎么写这了 这个软路啊 我应该是写到这样一个上面的 这块咱们还是先进行一个处置化 然后呢 处置化里啊 我们需要指定一个东西 就是啊 我们看这块有一个init吧 在init里边啊 我们写上一个东西 就是它是一个transpose 是等于一个处的 trnspyc啊 咱们处置化的时候 它transpose是等于处的 咱们让它等于处的时候啊 和等于force的时候啊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计算结果啊 是不一样的 等于处的时候呢 我们是计算一个反卷机 所以说呢 它在处置化的时候啊 进行的一个处置化啊 也有一些稍微的差异的 然后在反卷机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把一些参数再拿出来了 BATCH就是 第一个参数啊 是这样一个badge size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说 咱们反卷机完之后啊 我是先需要把咱们的一个 就是咱们的一个高和W和H 先拿出来 所以说 我先把这些值啊 给它取到手 高和H 然后badge size 最后啊 还有一个in channel 就是咱们的一个channel 所以是anelchannels 这个东西啊 我们就可以写这样一个循环吧 就是 Full i 因咱们的一个net 在咱们net里的啊 我们去get一下它的shape 我们Full i 因咱们的一个get shape 然后呢 对于这个i啊 我去算它的一个value值吧 value值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咱们当前net传进来的 就是当前这个输入啊 其实它是一个特征图嘛 当前这个特征图里吧 它是包含了四项 BATCH size啊 还有一个H啊 还有一个W 还有intrinal 所以说 我需要把这个解除线啊 都给它找出来啊 先把这些拿出来 然后当咱们啊 进行一个反卷计的时候 是不是说 我最终啊 一个结果是有一个新的一个H 和一个新的W啊 所以说有一个new rose 还有这样一个new的一个 new的一个cost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 是咱们的一个反卷计结果 我现在它计算出来 这个结果呢 就是咱们给它转换成一个整形 结果就是咱们的一个 如果说对rose 就是咱们的一个rose 再乘上它第一个stride吧 因为咱们是在进行一个反卷计嘛 大小就是相当于rose 然后再乘上 如果说你stride等于2 那你就再乘上一个2就可以了 咱们这里就是一个rose 再乘上一个stride 然后呢 对于第二个来说啊 也是一样 咱们还是一个quans 然后再乘上一个stride就可以了 quans 然后再乘上stride 这样呢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 上采样的一个计算的结果 有了上采样计算结果之后啊 我们需要指定一个new的一个shape 一会儿呢 咱们用newshape 去当成咱们的一个参数 做计算 newshape等于什么啊 newshape就是等于bed size 还是不变的吧 bed size没有变 然后呢 一个h和w都是变成一个新的值吧 所以说 把新的h和一个新的w 这是咱们最终啊 想要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值 把它先拿出来 然后呢 咱们的一个channel是要变的 channel等于什么 channel是等于number filters 这是啊 咱们要的一个结果 那现在啊 咱们就得出来了一个新的shape 得出来一个新的shape之后呢 我们用tensor 我们定一个tf shape tf shape它就我们可以用这个numpan numpan啊 我们可以用一个s stack 连一下咱们的一个新的shape 我们把这个newshape把它连在一起 这样呢 咱们就得出来了一个 最终啊 咱们想要的一个shape 它是等于多大的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指定一个stress啊 按照之前一样 虽然shape直接复制过来了 跟上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stress shape有了之后 我们想一想啊 现在我们在做一个反减机啊 已经是都写全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net net等于tensorflow的nm模块下 nm模块下呢 有一个conver2d 然后conver2d里面呢 它有一个transpose函数啊 就是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啊 我们就需要把这些参数 再给它传进来了 首先啊 就是输入的一个特征图 然后呢 咱们的一个权重的初始化啊 权重的初始化 权重初始化完之后 我们需要把它的一个 tensorflow的一个shape啊 就是咱们刚才指定的一个newshape 给它传进来 这是咱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newshape完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stress的一个shape 再传进来 然后呢 最后啊 指定啊 同样我们可以指定 要不要加这个padding 默认啊 咱们都是去加的 所以说padding 让它等于shape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啊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反卷机的操作 反卷机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啊 把它的一个 返回回去就可以了 但是啊 要注意点就是说啊 这里我们是在加上一个wtensorflow的 所以说 return一个tensorflow啊 然后一个n模式下 再把它计算一个wtensorflow值 这样呢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反卷机的操作了 翻卷机操作写完之后啊 我们看一下 还有哪些没写啊 还有一个残叉的一个block没写 我们来写这个残叉的block 在这个残叉block里边啊 我们也需要传进来 当前的一个输入特征图 然后呢 它有一个filter size fltr filter的一个size filter size啊 默认是等于3的 就是残叉网络啊 它是做了这样一个定义 所有的filter size啊 都是让它大小是等于3的 然后呢 我写一个tmp啊 当前的一个值啊 就是对于这个特征图输进来之后 首先我让它去正常的去跑一个卷机 因为呢 对于咱们这个残叉网来说啊 它是这样一种结构 咱们在讲论文的时候给大家说了 它是一部分是先跑两个卷机 另外一部分是直接点过来吧 所以说呢 咱们要做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跑两个卷机 另外一部分啊 是直接传过来 咱们来做这样一个操作啊 首先 咱们先跑第一个卷机 就是一个cover layer 在这个cover layer里吧 咱们把这个net传进来 然后以及呢 它的一个filter的一个number 还有它的一个filter size 我们都给它传进来 还有它的一个stress值 stress值啊 默认是等于1的 我们就这样 就可以得到它第一层卷机的 一个结果 那最后啊 咱们要return的是什么 return的是一个这个net 这个自身 特征图自身啊 它还要加上 咱们经过两层卷机的一个结果吧 这个tmp是经过一层的 所以说我再来一层 再来一个cover layer 这个cover layer里边呢 传进来的就是咱们刚才啊 第一次卷机完的这个tmp 我再给它传进来 然后呢 它的一个filter number 还是128 这些都是不变的 然后filter size啊 还是等于这个3的啊 我还是把它给它传过来 此之外呢 也是不变 这两个卷机啊 其实它是一模一样的 直播说啊 对于有一点不同 就是说第二个 我们就不需要加这个软路函数了 如果说你不加软路函数啊 我们让它等于false就可以了 这个啊 就是根据原始论文啊 给出咱们的一个结构定义 咱们写了这样一个残差模块 残差模块 其实啊 并不难 咱们只需要 一部分 左边这部分是两层卷机 右边这部分是直接把这个net传过来 最后啊 他俩一相加不就完事了吗 这部分是两层卷机